将希望散播在汉地中 2003年8月 在北京一个差传大会上 一对来自辽宁和河北省的年轻弟兄姐妹 Norman与Linda 分别为22、23岁 教会领袖为着他们将来方便宣教 给他们配婚 这对七年顺服教会权柄的安排 当天中午就举行简单的婚礼 晚上随即到南风接受回宣的训练 他们的蜜月就在火车上度过 这对夫妇都是来自农民家庭 学历只有初中程度 以人的标准来看 绝对没有资格当跨文化宣教士 但神却这样拣选了他们 预备期 随后两年的回宣培训 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新的 婚姻和家庭 新的环境 新的面孔 新的挑战 神不断地将宣教的负担 放在他们里面 他们的梦想就是要出国宣教 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 2005年10月 他们得以去泰国学习英语 再到南亚宣教 神呼召他们到一个宗教复杂 而非常不稳定的国家 去收割庄稼 他们附近有回教 和佛教的极端分子 有一次 佛教极端分子 激动群众 在街头挥舞棍子 竹子 游行示威喊叫 不准基督徒住在我们的地区 也不准建教堂 然后他们就冲进教堂 破坏里面所有的物品 甚至捉拿11位信徒 强逼他们放弃基督信仰 严厉地拷打四位弟兄 一位姐妹 结果四个基督家庭 被迫逃离他们的家园 纵然如此 神奇妙地带领与引导 他们仍然能够服侍当地的百姓 由于贫穷和无知 使许多人失去生存的盼望 特别是住在贫困地区的人民 无依无食 甚至有些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小孩子也没钱念书 神奇妙地为他们开路 让他们可以进到贫民区去服侍 帮助当地的百姓 他们在不同的贫民区 开办农村式的学校 使那些贫困的孩子可以上学 让他们人生也有了希望 罗门夫妇也教孩子和当地妇人 做一些手工艺 比如做卡片、刺绣 使他们有一些收入 现在有许多孩子和他们的父母 都认识了耶稣 然而他们服侍的时候 也面临仇敌的攻击 极端异教徒的恐吓 禁止他们夫妇俩在当地服侍 用话语恐吓 但他们不放弃 相信神的道无人能阻拦 请为他们的平民学校 儿童和妇女服侍祷告 纪念他们在那里的安全 及身心灵健康 他们的服侍被当地人接纳 主的爱被广传 因为耶稣说 你们这蒙我赴赐福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渴了 你们给我喝 如果中国教会要走向世界 中国信徒 能在世界宣教贡献什么呢 这一对在人看不起眼 出生农民家庭的小夫妻 在最贫穷的地方 用他们粗浅的知识 去服侍孩子和妇女 就好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节说 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 中国教会怎能不得奖赏呢 神的国 触及世界每个角落 他的国度 大过我们的家庭 教会 社区 城市 省份 或国家 他超越一切边界 宗派的障碍 文化 性别 或语言 我们的兄弟姐妹 因神呼召他们 所以赶去到我们无法想象的地方 他们忠心的耕耘 栽种每一颗希望的种子 我们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让我们去帮助他们 从中国到世界各地 收割庄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